三高以及肥胖的民眾是屬於高高減低群群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做法就是 回歸到三高的控制以及體重管理方面 那在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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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然後人體為了去減少散熱 膠管神經會作用 讓我們的血管收縮 以及心跳加快 就會使血壓變高 以及我們心臟的負擔是能提升的 那進而可能會心肌缺氧 怪死與心靈不增 然後目前這邊有研究是顯示 一天當中24小時在0點到6點這段時間 它發生心血管疾病的比率 相較於其他時間是比較高的 那這段時間可能會因為 我們早上睡起來的時候 血壓是會逐漸的上升 那再其次是我們從被窩起來的時候 身體會歷經一波溫差比較大的變化 所以這段時間是心血管疾病發生體育比較高的時裝 即便是在白天 假設我們準備要運動去脫外套 那還是會建議要做不夠的暖身 因為在冬天 如果說你沒有做好暖身就先脫外套 想說等一下動中自己身體就會熱起來的話 那這段時間可能還是會讓你身體感到負擔或是壓力 心血管疾病發生在心臟的冠狀動脈的時候 那可能會覺得胸口很悶痛 傳過氣 民眾的描述常常像是說 感覺就是有石頭壓著 他沒辦法清楚的指數是哪個點 但是就覺得這一帶都不舒服 那這樣子的不舒服可能會輻射傳到 到我們的肩膀或是我們的下巴 都覺得說這一帶都會感覺怪怪的 那只是這在糖尿病患或者是在女性 這個症狀可能就不是這麼的經典 那其次就是心血管疾病也會發生在頭部 那這樣的話就是屬於重症的狀況 那他的症狀就是像是 例如我們會眼歪嘴斜 或者是他的手腳沒有力氣 單側的無力 再來他可能講話聲變得不清楚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平常 整整之間 我們只要跟他對談或是跟他接觸 就會發現的 那此時就是可能就要拿回去醫院 以心臟這邊的症狀來說的話 就是胸口門痛 那可能像傳導到肩膀或是下巴 那如果是心臟他功能折损 其他部位的表現 就像是意識的改變變得比較不清楚 那以及就是他呼吸的比較急促 因為必須要有更多的呼吸的動作 所以變得比較淺快跟喘 那再來的話就是他的臉色 手腳會變得比較蒼白 那以及這時候會冒冷汗 讓他不要牽掛這種情況 那如果說今天現在講腦中風的話 那是我們有個口訣叫BEST F的話就是顏面 我剛才所提的會眼歪嘴斜 那A的話就是手臂胖 那他會變成說是沒有力氣 一開始可能就會看到說 他手是一高一低的這種情況 即便是一樣高 那這邊我們可以去讓他施加一個阻力 請他去做對抗 因為左右手力量理論上是不會差太多 那當然我們可以去感受一下 如果他這一邊就是一下被壓下來的話 那這一側可能就是有受到影響 那接下來就是Speech Speech就是語言言語 講話的時候我們舌頭當然也是要用神力去控制 當這個夠音、五音不全的時候 跟平常聽起來都不一樣 也是我們很快就可以發現一個問題 最後就是要記住 他從什麼時候開始變這樣這個 Time、時間點 那這個會跟他到醫院急診 能不能使用血栓溶解的這個 黃金用藥有關 他也許可以獲得完全的負擬 所以這個時間點是越轉越好 三高以及肥胖的民眾是屬於高功成族群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做法就是 回歸到三高的控制以及體重管理方面 那在健康飲食、規律作型 那以及你有運動訓練的習慣 會對這方面有很大的幫助 來自於說這些可能是當初造成三高跟肥胖的原因 針對原因去處理的這樣子的手段 那健康飲食如果你單就看它的功能 它可以去減少體內的發炎 去讓你血管擴張的能力變好 那或者是減少膽霧唇斑塊的堆積 甚至是主動的讓我們膽霧唇去增加從腸胃道的排出 都有這樣子的效果存在 那至於睡眠的部分 那普遍還是認為希望在11點到1點這段的時程 就已經能夠入睡是比較適當的 至於在運動的時候 那無論是有氧、體能訓練 或者是肌肉訓練的 其實在身體都會有所幫助 所以主要台灣因為平常算是比較溫暖的這樣子的氣候 所以說我們通常外套、夾克 還是這個針織衫就搞定了 但是在氣溫驟降的時候 像是寒流或是冷氣團來的時候 那其實 平常我們會接觸到的 場地啦 外套可能就不太足夠 會建議就是有毛帽或是圍巾的這樣使用 那在穿搭方面的話 像洋蔥式的穿法 那會比單一厚重的各個方式 要來得有保暖的效果 那至於老人家跟小孩子的話 老人家要注意幾點 第一 他們在睡覺起床這段時間 真的是比較容易發生狀況 我們在前面的章節有提到 這段時間也是發生心血管疾病比較多的時段 以他們的生魔作息 可能就會起來上廁所 所以會建議在床底 就是要有保暖的遺物 再來就是他們會不會有早上起來運動的習慣 那則會建議其實在床上就可以先做一些暖身 先讓身體的血液狀先變好 然後再起來 然後再做下一步動作 小孩子的部分也是建議 他就是保暖的部分要做得比 當然還要再勤勞一些 那這樣子的話才會避免 在冬天的時候 他們不一定是心血管疾病 而是比較偏向感冒這個部分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 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哦